保安世界确诊澳洲演奏家层台北演出国家音乐厅壁馆 民外籍男子近日在澳洲确诊武汉肺炎 日前曾来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五日两度局举行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 左与文化部长郑立军又证实该男子为澳级演奏家 2月23日入境后28日晚间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3月1日在演奏厅参与演出 中央社记者裴珍社109年3月5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五日证实在澳洲确诊武汉肺炎的 58岁男子为澳级音乐家 2月28日晚间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3月1日下午在演奏厅参与演出 在台期间曾因咳嗽流鼻水症状至诊所就医 国家音乐厅6日全面闭馆消毒 节目取消 指挥中心指挥官表示 目前已掌握21人需居家隔离 这位音乐家两日搭乘长荣航空BR315 自桃园机场出发 3日抵达布里斯本后 转成维珍澳洲航空VAE394客机 前往南澳洲首府阿德雷德 近日确诊